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說一下羅智江 勞工福利局長 我也認識他 私底下聊過 訪問了很多次 羅智江是民主黨出身 大家知道以IQ爆棚見稱 所以他的老根轉得很快 他的變才都自認為做得很好 有人說為他入了政府之後就變了 我覺得不是 他入政府之前做民主黨的智囊大佬 他入政府之後都是一個人 沒有怎樣變 他在民主黨的時候 對於社福政策的看法 和現在沒有大改變 他是數據派 希望用數據去制定一些比較理性的政策 用數據去說明問題 很多人都說 林鄭為何進去做勞福局 因為林鄭做社會福利處處長的時候 其實跟羅智江的關係很密切 很多政策都是羅智江和他量度 所以當時有個叫做月光光的說法 就是林鄭月娥 然後羅智江加上 以前的民政事務局局長 也是這個行為的 就是林環光 後來林環光可能年紀的問題 爆貧之後退出了 羅智江被延攬入局 我不會討論羅智江對於勞工福利政策 我不是討論一個嚴肅的問題 究竟好還是不好 我想說扶貧 最近政府發表扶貧的數字 就是畫了貧窮線之後 政府也都在真人權的年代 到現在做了這麼多的扶貧政策 為什麼那個貧困的人口 尤其是老人貧窮的問題 是越來越嚴重呢 貧窮的人口為什麼會多得這麼嚴重呢 所以華政府就說是否越扶越貧呢 羅智江昨天在網誌裏面反駁這件事 他就說 他那個題目叫做扶貧通識之文如答 就說 越扶越貧這個說法就是 那政府是否應該停止扶貧呢 說這些話是否自在爺餘政府呢 還是真的想叫政府停止扶貧工作呢 他說 2016年香港貧窮的情況的報告 就說政府行償現金福利介入之後 貧窮線底下的住戶收入和貧窮線的總差距 由385億元收到199億元 就是說政府認為介入是有用的 是有效果的 所以 你自在爺餘政府 以爺餘政府為快的這個評論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這樣 他用到另一個例子 在文章的尾裡引用支持者的說法 我們都不能夠完全滅蚊 但是仍然會採取滅蚊的行動 明知不能夠滅貧 而不能將滅貧掛在口邊 雖然不能夠滅貧 但仍然需要努力扶貧和防貧 我先不要理性去討論 我先講一些數字 我沒有他那麼豐富 他可以用很多方法 去將他認為是對的 或者是有利於政府的 所謂扶貧滅貧政策的數字 拿出來去反駁他的批評者 或者反對者 我就想用滅蚊和滅貧 作為一個比喻 當然很理性的角度 就是要將蚊滅了 滅絕了的機會是等於零 我同意的 但是我不是做過比喻 就是貧窮是否可以滅 我想知道羅志剛寫這個比喻 他想引用支持者的說法 但是將貧窮或窮人 當為蚊去比喻 我不是從政治正確與不正確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是從人性的角度 窮人都是人 窮人對社會都有貢獻 或者他曾經有貢獻 有些人覺得他現在是父女 因為要吃政府 但是蚊一開始出生 對人類來說已經是害蟲 當然在蚊的世界都是生存 都是害蟲 所以我們要滅蚊 因為蚊會帶來很多傳染病 包括藥術 登戒熱 日本露鹽等等 所以要滅掉它 因為它會害到人類 影響人類的健康 我想問 當羅志剛把蚊和蚊 作為一個比喻 相提並論的時候 他有沒有想到 對於窮人來說 會在感情上有很大的傷害 我同意一點 貧窮不能百分之一百 變成零 是不行的 但問題是 我們的政策 我們關於貧窮問題的政策 我們是想方設法 希望可以減少 還是很多政策是有矛盾的 這方面你又想扶貧 想減貧 想滅貧 另一方面 你又會把這個問題 惡化呢 我覺得要研究這個問題 我用一個比較膚淺的說法 我不要說羅志剛那麼厲害 我又不是社工是出身 我用一個觀察了社會政策 和政治那麼久的 評論員的角度出發 其實香港的貧窮問題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如果我們用抽屍摩檢這樣說 我們一般的市民 最大的日常支出 即使我們有工作都好 最大的日常支出 不離開兩方面 衣和食其實是可以省的 可以窮有窮食 貴有貴食 不要說其他娛樂等等 那些窮人就沒有了 但是行和住 我們是沒有辦法省的 行交通費很貴 如果我們有供到很遠的地方上班 每天可能要幾十元車費的話 其實我們是得不償失的 很多人不想跨區上班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好了 我們現在有 所謂低收入家庭的津貼 以前是說交通津貼 現在就變成低收入家庭的津貼 也有所謂政府提出 如果你每個月交通費支出超過某個數 你就可以拿到藥乾的補貼 雖然這是一個微不足道 杯咀車身的東西 總算政府的交通問題 上面是有做少許功夫 不過我覺得也不夠 也不夠 我經常都說 與其做這些小收小補 小恩小惟 地鐵特區政府是大股東 雖然是一個上市公司 它完全是有責任 好像其他國家一樣 地鐵這個國有的企業 是可以將交通費減到最低 我們的鄰近地區 即是中國大陸廣州已經是這樣 是很便宜的交通費 我們為什麼仍然是一程 可能要十幾二十元這麼貴 這是各方面 但是相對於這個支出比例來說 交通不是最大 住才是最大 如果羅志公有心做政策研究 很簡單 去研究一下 做調查一下 究竟香港的貧窮人口 可以貧窮以下的人口 住在私樓的百分比有多少 住在劏房的百分比有多少 劏房、私樓、堂樓 對他們的日常支出 佔的比例究竟有多大 如果我譬如你一個家庭 家庭經濟支柱 買二萬元一個月 如果你的住屋的比例佔五、六千元 七、八千元的時候 你想想 一加四口、一加五口 開銷怎麼算呢 如果幾個法規龍都在讀書 書保費、學費 他是自食其力的 但他也可能隨時會掉下去 貧窮線以下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我們認為 如果我們特區政府 真是有心幫助窮人 其實解決這個貧窮問題 我認為一點也不難 就是多建一些公屋 公屋二千多元租 對他們來說 相對於五、六千元 七、八千元租 是一個少了一大截的支出 他拿到那大截的支出 自然可以增加食 或者其他小朋友的書保費 交通等等 鬆動很多 而且 相對於 住在私樓來說 他能夠過一個 比較充裕的生活 其實問題就是這樣解決 簡單地說 要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 是解決房屋問題 是首要的考慮 如果你不解決房屋問題 你說多少的補貼 畫什麼線等等 全部是無際於是 要解決房屋問題 不是去鼓勵別人置業 而是多建一些公屋 讓這些住在板間房的人 盡快可以上樓 不要搞什麼光房 廢話的東西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林鄭的政策 我認為給任何一個特首 以前的特首都是倒退的 董搞八萬五 曾居屋都停賣賣 因為樓價跌 到梁振英 他很巴之閉 說自己是房的專家 對於公屋的問題 他都不敢亂來 不敢說 將公屋的量去凍結到某一個位 譬如那時候說法 60萬戶就已經夠了 60萬個單位已經夠了 被人罵到狗血淋頭 然後才出來澄清說不是這樣 但是都沒有改變到他一直 最近所說的就是以置業為主導的 這個房屋政策 絕對不對的 是以公屋為主導的房屋政策 我認為是比較合理的 如果羅志剛 真是深切明白香港人 香港的貧窮問題 最重要的貧窮所在 是房屋問題 我覺得他作為IQ爆棚的局長 他應該出盡九毫二虎之力 去勸林鄭 要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 唯一的法寶 就是建多些公屋 不要把公屋凍結在某個樑上 不要把所謂的 以置業為主導的房屋政策 放在公屋那裏 這件事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羅志剛現在搞這麼多事 計這麼多數 去反駁這麼多人 但是似乎也沒有把這個問題徵結 就是說香港的貧窮 如果當作是一個病 那個病造在哪裏 就是房屋問題 房屋問題不解決 貧窮問題是永遠沒有辦法解決的 這個日子呢 原來去年十月開始 這個channel 心直口快 這個channel 就已經是放上youtube上面 到現在呢 不驚不覺 哇 一年了 一周年 我在這裏 就衷心感謝 我們各位的觀眾聽眾 對我的支持 就大概三個月之前 我在這裏呼籲大家 有一個月定的計劃 用實質支持我 這樣反應是良好的 也都反映到 就是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在 本來是香港人 不過就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呢 其實都仍然是深 深系香港 他們在海外也是 很支持我 也都是恆常地去上去這個channel那裏 看我對香港的一些時事的分析 當然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 我就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是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呢 有很多方法 包括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的blog來的 你去到呢 最好用一個網絡版 看到用PayPal的月定的方法 那你說我不想月定 我想一次過 那你用PayPal呢 可以一次過這樣 是通過這個PayPal去支持我 這個方法呢 也可以的 那另外呢 當然你也可以入我的銀行戶口 把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 任我銀行戶口 我也是相當歡迎的 那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呢 你可以通過Facebook來PM我 那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的了 就是寫滑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寄去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的 那我在這裡呢 希望大家一年了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做這個 心戶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形勢 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 越來越惡劣的 我是盡我少許的勉力 希望在香港 永遠留在香港的 或者是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是有一個不同的了解 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通過不同的角度 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些 然後做一個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心直後快